迪丽热巴秋冬男友感大片,解锁杂志封面的同时 最近,迪丽热巴解锁了出色WSJ,10月刊封面人物的同时,并接受了采访。 问你听过一个词叫DJVU吗? 打我知道我知道,我有很多时候会这样?DJVU形容的是一种感觉,简而言之就是似曾相识。 即感觉眼前发生的事情,好像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发生过, 但实则却从未经历过相信恒电影事成的存在, 会让这种似梦非梦的感觉变得有迹可循。 别说演员,就说作为观众的我们,多看几部剧, 有时候都会因为场景而有串剧的感觉。 作为演员,经常在恒电影视基地里拍戏, 相同的地点,不同的时空,不同的角色,会时常感到恍若隔世。 不论是错觉还是真相,亦或是在剧中还是在现实。 这便是他们,所要面对的心境体验吧。 对于迪丽热巴而言,一次又一次,穿梭在剧情与现实生活之中, 这些角色似是故人,既是久违的老友。 有时他会感到一阵恍惚,很多场景,仿佛在梦里见过,很多事情,仿佛在某时某地, 自己也曾多次经历迪丽热巴着重,分享了他从业以来奇妙的DJVU。 他说自己演过三次女演员,虽然职业相同,但个性却是截然不同, 在他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都留有印记。 初期,《克拉恋人》里的高文,性格风风火火,看起来有点浮夸, 内里却又很真诚,成长期怦然心动里的好美丽, 作为新人的他,性格上有些卑微,天天巴结着自己的诗歌, 却敢于抓住机会,在大场面上展现自己, 稳步发展期《你是我的荣耀》里的乔晶晶, 则会更加贴近现实生活,还原做艺人最真实的样子 他的日常并不复杂,经常要为一件任务,勤勤恳恳地苦热巴说, 他一直在思考,如何在角色中找自己, 又如何把自己身上的某些特质,投射到角色身上。 唯有这样,他们才真正活了起来。 从最初的单纯懵懂到现在的自信从容, 是我看到迪丽热巴身上的变化。 但是那种有点小沙雕,又有点大大咧咧的小男友力的感觉, 却一直在他身上没有改变这次上封面, 迪丽热巴身穿沉稳的暗色系秋冬扩形大衣羽加克, 以亮色配饰为点缀,一副秋日户外随意潇洒的男友造型。 简直酷帅爆表,挡不住的帅气, 带着扑面而来的少年感可畏, 一十月限定男友迪丽热巴来袭, 自行车后座太抢手啦, 得先排个号迪丽热巴说演戏能实现自我价值, 当因演戏被认可时, 自己就觉得没有白做这件事看到他这八年的演绎成长之路, 相信很多人会说, 热巴,你没有白做演员这件事。